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影坛 一直都比较喜欢孤儿院古堡 一类类长卷的恐怖片 因为恐怖气氛很浓厚 这一部孤堡惊情 既是古堡又是孤儿院 还见在海边 设定上就十分有看到 女主角劳拉就是在这个孤儿院里长大的 长大后 她带着儿子和丈夫回到了孤儿院 想要再收养几个孤儿 恢复孤儿院 一开始 劳拉的儿子西蒙 总是说自己有特殊的朋友 也就是咱们口中看不见的朋友 在这种环境下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或许这个孤儿院是不干净的 但其实她的父母并没有在意 之后从资料可以看出 西蒙其实是领养的 而且还患有艾滋病 西蒙发现了自己的身世 还告诉老拉 是看不见的小伙伴告诉她的 西蒙的话里 有一个带着恐怖头套的孩子 随后 在孩子们玩耍的操场上 也看到了那个孩子 不得不说 这个带着头套的孩子 样子十分的瘆人 让人意向深刻到 过目不忘 又能激发出深度的恐惧感 这个电影里的浮华道老师 还是很厉害的 随后西蒙就失踪了 女主老拉疯狂的寻找 这里能看出来 她还是很爱孩子的 红七的通灵 其实没有什么可怕 但是老拉想起了 西蒙过去和她玩的 寻找东西的游戏 找到了几个孩子的海骨部分 十分的震撼 让人恍然大悟 原来那个戴头套的孩子 就是过去孤儿院里老师的孩子 可怕的是 这个孩子有残疾 被五个淘气的孩子整骨 意外淹死 有了完整故事的依托 这部电影的质感 也就变得更加的真实 老拉当初寻找西蒙 意外地卡住了密室的暗门 西蒙躲在秘密地下室里 本来是想和母亲来玩捉迷藏 但是各种巧合 让她最终惨死 老拉想到西蒙失踪后 曾经听到过 地下室的方向传来喷喷声 这种声音 就应该是西蒙在撞门 想要离开地下室 这时 老拉的内心已经崩溃 其实 在寻找西蒙的过程中 她的思想就在不断地崩溃 中间看到的鬼魂 地下室里看到的西蒙 都是她的幻觉 其实 老拉是一个好人 好母亲 虽然西蒙不是她亲生的 她依旧给了她真挚的母爱 只是一桩桩巧合下 酿成了所有的悲剧 最终 老拉在精神极度崩溃下 抱着西蒙的尸体 扶药自杀了 自杀后 她又看到了西蒙 还看到了陪伴西蒙的很多好朋友 他们开心地笑着 她终于和孩子们在一起了 这样的结尾安排 让我想到了潘石的迷宫 小女孩死后 也是到了另一个世界 恢复了自己的身份 其实我们都知道 老拉只是死了 安排这样一个结尾 稍微安抚了我们的心灵 想着至少老拉 不用再感受到感情的骄傲 她可以和孩子们 一起幸福地生活 直到永远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